一般情况下 小狗在完全接种疫苗的一个月以后 就可以洗澡了 主要是因为小狗刚出生毛发较短 稀疏 如果直接洗澡 会导致小狗出现感冒的情况 此时更注重的应该是小狗保卵 当小狗2月临时需要进行体内外驱虫 在驱虫前后也是不可以洗澡的 否则会影响驱虫药的效果 当小狗3月临时 开始接种第一针预防传染病的疫苗 之后隔21天接种第二针 再间隔21天接种第三针 第三针疫苗结束后 间隔7天接种狂犬疫苗 在接种过程中是不可以洗澡的 并且接种后一个月由于机体产生抗体需要时间 因此也不可以洗澡 否则可能会导致小狗免疫力降低 影响小狗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